美國國務院週日發聲明說 國務卿布林肯向俄方傳達了美國政府的高度關切 不能接受俄羅斯拘留美國記者要求立即釋放他 布林肯還發推文 敦促立即釋放美國記者 以及釋放被錯誤拘捕的美國公民保羅·惠蘭 《華爾街日報》駐俄羅斯記者洛什科維奇 上週被俄羅斯以所謂間諜罪被拘捕 這是冷戰以來的首次 惠蘭2018年被俄羅斯以間諜罪判刑16年 他們兩人都否認指控 俄羅斯外交部聲明說 拉夫羅夫週日告訴布林肯 將把格什科維奇交給俄羅斯法庭 據報 布林肯和拉夫羅夫還討論了創造環境 允許外交使團開展工作的重要性 上個月 雙方在印度20國集團外長會議期間 進行了俄乌戰爭以來的首次面對面會談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余良、田園綜合報導 組織 둠